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 又回来原来中医这个时间 今天见到我旁边没有了一位美女 因为美女Tracy今天有点点事 不可以来 但都没问题 原来中医的节目 照一样是开咪做事 今天之前讲了这么多集 原来中医的节目 其实今天讲到有少少不同的东西 因为平时我们都会 譬如说走路有时都会扭到撞到 或者有时碰到都会弄伤 所以今天的题目 我们最主要今天是讲一下骨骚这件事 但是骨骚其实来讲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看 一弄伤是否看跌打 或者看西医也好看中医也好 其实我们中医来讲骨骚科 其实有我们的特色 但是骨骚科里面 照我所知道里面又会再分一些骨骚 可能又会分根箱其他东西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隔离这位医师 林医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今天是骨骚科的 林医师你好 姚医师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知道连续有两集 你都会帮我们讲骨骚的 第一集是讲脊柱相关的疾病 然后下一集是讲四肢的问题 或者可否告诉我们 什么是中医的骨骚科 好 什么是中医的骨骚科 首先讲一下定义 中医的骨骚科是一个研究防止 以皮肉 筋骨 气血 脏腑经絡損伤疾病为主的学科 它是属于中医专科的一门学科 骨骚科和我们所知的跌打科亦都不同 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们经常都讲骨骚 那是否譬如说跌打 我们跌打就是看跌打 或者我们跌打未必一定看跌打 可能真的扭伤的 有时候我们有断骨 什么都有的 其实骨骚科有没有包含这些 或者里面会不会其实跌打和骨骚是不同的 或者根骚又不同的 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 好 其实跌打是骨骚科的其中一个部分 哦 其中一个部分 是的 是 是 是 跌打其实属于骨骚科里面 是双科的一门范畴 顾名思义为何要跌打呢 就是一些跌打損伤的 跌打不是铁打 是的 跌打損伤的 有人说什么铁打 其实应该是跌倒被人打倒 是的 跌打跌打 没有打打斗 是 或者运动创伤的一些疾病 是 譬如骨骚 甚至有些骨骚会开放性骨骚 在穿过皮肤的骨骚 哦 实际似似似似 似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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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用一些摘骨 用包担隔板固定 去处理这些骨骚问题 是 是 是 另外他都会有一些脱位的治疗 譬如肩膀失觉 他都会 伏伤伤伺伤伤伤似的 是的 是 是 是的 是 跌打除了外用药之外 也有一些 譬如说 内伏的一些 书巾活络的担丸 哪像这样的治疗 是 是 是 例如跌打,剛才跟骨折有關,譬如有時扭傷,有些病例會檢查,這是根傷,其實根傷跟跌打有些分別 分別在哪裏呢?因為撞傷後,普通人的手一定是紅了,然後變成魚 其實根傷是否顧名思義是根健的受傷或肌肉的受傷呢? 可以這樣說,根傷在中醫的角度來說,會犯指一切軟組織的損傷 軟組織就如姚姨所說,根、皮肉方面的損傷都是軟組織的一類 骨傷科都會處理這些軟組織損傷的疾病 但跌打,傳統以來的跌打,一般來說都不會處理這些軟組織損傷 對,例如我們拿重東西,扭一扭,損傷頸或軟組織 剛才你說的骨傷科就很少處理這些 跌打會少一些,一般就是骨傷科處理 對,基本上如果一個病人弄傷,他不知甚麼事 其實他究竟先找跌打醫生好,或是找普通醫師,懂得針灸推拿 其實如果看回顏醫師的情況,病人如果有些軟組織 如果他很清楚自己是軟組織損傷的疾病 其實應該先求治骨傷科醫生 因為骨傷科醫師,顧名思義就是骨和雙科 骨傷科醫師其實是包括骨和雙科的兩個範疇 骨和雙科都有在分的? 是的,雙科就只是跌打方面,骨的範圍很大 骨折,脫毀甚至骨系統相關的內科疾病 例如痛風,骨質疏鬆這些都是骨方面的疾病 所以都是尋求骨傷科醫生去處理的 剛才你說的,痛風其實都是屬於骨的方面 其實來講普通一個患病的人 其實未必知道他是痛風或是弄傷的 其實去到的時候,看醫師怎樣判斷 可能叫他如果真是骨折或什麼時候 用骨傷科的方法 例如剛才你說痛風可能會用內科的方法去醫治 其實骨傷科其實跟我們中醫 本身來講我們經常聽到中醫說 什麼氣血,什麼陰陽,不行 其實骨傷科是否都有這個理論呢? 沒錯,是有的 譬如說中醫來講也很經常聽到 我們也會跟病人說 不通則痛,氣血不通,不通則痛 其實在中醫來說 很多骨傷科的疾病 痛、紅、腫,都是因為氣血不通 人是一些現象來的 所以我們的治療方法包括外用藥 手法治療、內服藥 其實都很主要是用行氣散結 行氣散結、通血化瘀的方法去治療 其實中醫骨傷科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很多集中醫 其實請了其他醫師來講 他們都很強調變症論治 其實骨傷科有沒有用變症論治的方法去治療 其實是有的 骨傷科是中醫的一門體系 所以他 都是用同樣的理論和方法去治療 是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剛才所講一些骨科相關的內科疾病 譬如說 醫療處方用藥的時候 都需要經過變症論治 看他氣血陰陽哪方面 不足或傷害個性去治療 是的 其實基本上 醫法中醫來說都是 變症論治為主 尋求病因 以及疾病肌理 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也對 我知道很多時候 中醫有分虛證實證 有些人 譬如說 真是 撞傷了即刻來的 這些 看來應該比較實證 撞傷了即刻弄悶 紅了 有些人 老人家 或者有些人 天氣一轉變的時候 還轉過天文台 一來到時已經周身痛 這些是比較虛證 實證和虛證的醫法 有沒有甚麼特別不同 實證的時候 例如說 有些人可能覺得 剛才我說實證虛證 有些人本身來說 長期都已經是痛 有一次突然很劇烈的痛 我們這些方法 醫療會不會和實證去醫療 中醫來說 骨傷科是有實證和虛證法 一般以時間做一個區分 例如實證來說 是屬於急性那類的 如果兩個星期之內 發生的一些創傷 我們都叫做急性 是偏對實證方面的病症 如果兩個星期之後 發生的疾病 即已經拖了兩個星期之後的疾病 我們都會歸來為慢性 以及有可能是有虛證的情況出現 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來講 如果病人來到 你看到他一撞傷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建議 叫病人 有什麼不要做 譬如說 等幾多小時之外 等他的瘀血 抗散出來之後 才用冰敷 或者熱敷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理論 其實有的 譬如說 有一些 好像你所講的情況 有些撞傷 例如說 打球 打球咬柴 通常我看到 用冰敷多 是的 那個原理在哪裡 原理主要是 應用了西醫的原理 譬如說他扭傷的時候 局部位置會有很嚴重的血腫 所以用冰敷的時候 乳血不要流得那麼快 是的 打慢的血腫 還有止痛作用 這樣的情況 慢性的病 通常我們看到 通常我們叫病人 你回去熱敷一下 熱敷完 塗一些無落油 會好些 其實真的有分開 用冰敷熱敷是有分別的 大體上是這樣 我知道其實來講 香港這個地方 又比較潮濕 有時有冷 其實來講 氣候有沒有影響 一個人骨傷科的發病 或者是根傷 骨傷科當然 急性撞傷就不能說 但如果天氣 或者吃東西 有沒有影響 骨傷科的治療方法 或者我們去判斷病 其實是有的 因為骨傷科 中醫骨傷科 其實都跟其他中醫科 人其實是大自然的部分 所以人和大自然是會互相影響 所以如果天氣有任何改變的時候 人體身上都會出現相關的改變 譬如宗爺講的外因裏面的錄飲 風寒暑濕醋火 風寒暑濕醋火 他都可以感受人體的經根 皮肉 骨系統裏面 產生致病的情況 是 除了外因之外 又有內因 內因 內因就像 妖師剛才所說的 因為飲食問題 飲食骨 失衡 引起身體裏面的陰陽氣血不平衡 不平衡 情緒也有影響過 是 另外 內不外因就相關情緒問題 情緒問題都會影響人的骨系統的發展 例如一些比較抑鬱的人 內向的人 他走路的脊椎都會偏向向前傾 即是好像航輩一樣 對 因為他的性格是比較陰鬱 所以就複前 對 這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對 他沒有什麼信心 對 陰鬱一點 內向一點 他會向前傾 這樣 我知道 這些老人家經常這樣說 還準到天文台 一濕 接下來下雨 就已經感覺到會痛 我喜歡說風寒濕 這三樣 好像特別對骨霜科 好像有些影響都很大 對 是 因為在臨床上所見到 風寒濕三鼻 確實是一個很主要的 引起骨痛 骨關節炎疼痛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過風 但是讀者或觀眾都可以聽聽 風是否有些特別不同 好像有些病人說的時候 痛好像走來走去 是否有一個特性 對 風邪是風善行索變 所以他進入人體裏面 他都會走來走去 是 一痛就沒有一定的地方 這個時候可能手在這裏 一會兒走去大腿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對 通無定處 走來走 這就跟風有關 風有關 那寒呢 寒呢 中二來說有另一個說法 寒臂又叫痛臂 所以顧名思義是以痛為主 即是天氣比較冷 那些人會比較痛 那個位置是很固定的 很固定的 很痛的 跟風不同的 風就是周圍抓去 很固定的 痛的 電話也很痛的 喜歡有些熱東西敷一敷 就舒緩 是 那跟濕 有些人說天氣這麼濕 又會比較痛 濕有沒有什麼特點 濕那種痛 在中二來說 濕又叫做雀鼻 雀鼻 雀鼻 顧名思義 雀鼻是沉著在某一個地點 是 即是重重醉醉 是的 重重醉醉醉 好像阻礙著關節 動得沒有那麼靈活 沒有那麼靈活 對 在這些時候 需要用一些新溫發散的藥 它濕 即是等於有些熱的東西 讓它蒸發了濕的東西 是的 不過有時候我都聽到 除了風寒濕之外 其實熱有時候也有些影響 是 因為有些人說熱 我知道特別表現的是 紅、腫、紅腫、熱痛 特別明顯 是 是 熱 可以分開兩個角度 如果外因的熱 很多時候跟一些炎症有關 是炎症 是 譬如被一些蛇蟲蟲咬 那裡的關節會發紅發熱 發痛 這就是外因 內因也可能有這個致病因素 譬如說一些痛風 當它尿酸鹽結晶在某個關節裡 結晶到某個程度之後 它會發炎發痛 那裡就像西港的飄零 飄零 飄零留在關節的時候 是的 這跟食物有關 特別是內臟 是 是 是 好 剛才你說過很多 有骨髒科的分類 病因 其實在香港來說 有哪些常見的骨髒科病 是 香港很多常見的骨髒科病 譬如說頸椎病 急性的頸扭傷 躺在頸上 喜歡叫落枕 肩周炎 或者很多我們俗語所謂五十肩 網球手 又有碗管綜合症 又有彈弓手 彈弓手 是 彈弓手 是 又有膝頭 又有退化性的膝關節炎 又有膝關節人帶的各行舌上 有鎖骨神經 鎖骨神經痛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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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警惕像辦公室的人特別容易引起警惕的影響 原因在哪裏 主要是因為香港的辦公室 一般來說都會開很大的冷氣 溫度很低 尤其是如果有些同辦公室人員 坐在風口位 吹著頸 即是經常有夠凍風吹著 吹著頸 頸的相關肌肉 例如邪方肌 中醫來說其實它接近一個膀胱經的走向 它一受到這些寒邪趨襲的時候 它會收緊 收緊就會引起相關頸部的脊柱的不平衡 會否以中醫來說是冷 我們舉個例子 冬天的河流都不走 變成結了冰變成乳血 就算你說不通則通 原理基本上是中醫的理解 對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些來講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幫忙 或者會 聚餘起床 移動頸 或者找什麼熱呼呼 它會比較好 好 其實要預防 當然最好當封後衛 給披肩遮遮遮 給披肩遮遮遮 當然有可以調位 如果兒子不能調位 就用披肩遮遮 減少傷害 另一方面 姿勢方面 坐得好不好 對 尤其是女長特別喜歡披肩 對 披肩遮遮身痛 對 其實好像下面的披肩 上面也有影響 對 對 我知道好像臨床上的人 有些人說 你的脊柱的肌肉 會平衡你的脊柱 如果不斷繞腳 或者怎樣 其實會影響到 你整個人的邊身有事 對 對 我知道 剛才講到頸椎 其實我知道 人體裏 整條脊柱 就會主了不同的病 對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論 中醫 首先講一下脊柱 脊柱其實結構是我們身體的一個疏漏 是 我們身體背脊的正宗一條線 是 它相當於 它的位置 相當於我們中醫所說的毒脈 是 任毒二脈的毒脈 對 就是毒脈 由哪裡走到哪裡 毒脈 我們看到 有一個圖可以顯示 是 我們由一個 互陰的地方 是 是 好像差不多 我們 那個 前後陰 中間的位置 一隻 圓直線 上 上 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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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 1.5吋 是 所謂1.5吋 不是 我們現在說 1.5吋 其實是 手 是 怎麼為 1.5吋 我們可以用 自己的手指 是 一個 打橫的 一指紋 是 1吋 所以 一隻半的指紋 就是1.5吋 就是1.5吋 就是 你自己的 人 因為 人有大小 是 有些人 大小一點 可能他那個1吋 長一點 用這個 就同身寸法 這樣去量度比較重 不是用我們現在說的間尺 所謂1吋 不是用那個 是 是 我這樣去當 我知道 如果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們一陣間 或者下半個月的時候 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林醫師 詳細說一下 那條 蟹柱 其實他相關 有什麼疾病會發生 因為我們知道 臨床來的時候 病人很多時候說 有些病人 在臨床上 有些人說 咳了兩三年都不好 看過所有內科 西醫中醫都不行 開了都不行 有些時候 檢查的時候 發覺原來 那條蟹柱是歪了的 我們跟他復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沒有咳 所以 覺得這是一個 挺有趣的現象 所以 一會兒觀眾 如果一會兒 有興趣的時候 你坐定 不要走開 因為林醫師 會根據 身體上 蟹柱的 相關地方 就會講 不同的病 又會講一下 怎樣去檢查一下 你知道 就會明白多些 有相關的疾病 還有你也會講一下 有些特別的病 例如頸椎病 腰痛 這些 因為我們城市人 所發生的病 是 還有 待會下半場回來 也會講一下 怎樣預防 民間有什麼療法 以及有什麼食療 幫忙 是 很好 上半場完 待會回來的時候 下半場 我們就聽聽林醫師 說其他的情況 各位觀眾 回到下半場的 原來中醫的時間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 林醫師來講一講 脊柱相關的疾病 林醫師上半場講了很多 骨傷科 怎樣分類 骨傷科有什麼疾病 常見辦公室疾病 脊柱 剛才你上半場講 原來很多病 都是跟脊柱相關 是 可否講解一下 脊柱相關有什麼疾病 有些不同的 有頸椎 有空椎 尾椎 有不同的病 是 是 脊柱相關的疾病 主要正如上半場所講 只要過一節脊椎 它二位而刺激到 那個月位的時候 那個月位就會受刺激 而產生相應的疾病 是 上一節講了廢書的疾病 例如說 整個人體的疾病 那麼長 剛才我說 有頸椎 頸椎有七節 我們看到有個後尾枕 是 後尾枕 一直數到 對 第一個就是頸椎第一節 對 對 然後再數下去 就是數數數數數數 數到第七節 第七節 這個就是頸椎的七節 我們可以感覺到的 譬如當我們低頭的時候 會凸起 兩粒骨是很明顯的 對上那粒就是第七節的頸椎 因為我知道頸椎 臨床上很多病都會跟頸椎有關 譬如一個人暈 偏頭痛 耳鳴 嗡嗡聲 凶悶 心跳跳得快 有時的人就說高血壓 睡不到覺 面瘫 看東西看得不清楚 這些 也會有影響 其實是否真的有這些相關的情況出現 有的 可以用兩個角度去分析 第一角度就是當頸椎出現移位的時候 會壓迫鄰近的頸動脈 當頸動脈的血供受限的時候 就會出現剛才阿姨所說的情況 譬如五觀功能的異常 是 頭痛 頭暈這些情況 當它壓迫以神經為主的時候 除了出現五觀的異常 頭痛 或者 會出現一些面目肌肉的僵硬 有些人可能有三七神經痛 也未經過 對 三七神經痛 這些情況 所以這些就是 以受壓迫神經為主的情況 是 這樣的情況 當然 病人來看病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 未必一定 病人告訴我們 就馬上聯想到 幾乎病 很多時候 都會看了普通內科 或者普通開了藥 如果不可以 才會想到這些情況 為什麼頸椎那麼容易受傷 會不會因為經常動動 或者會影響到那麼容易有頸椎的病 對 頸椎為什麼那麼容易受傷 因為頸椎其實是我們身體裡的一個疏漏 但是整條脊椎 本身結構很複雜 是 它有一個脊椎 脊椎之外 它又有脊椎和脊椎之間 有些部分的位置 它有椎間盤 是 是 脊椎它又有印帶 譬如說前後印帶 黃印帶 極間印帶 這些印帶 去保持著這條脊骨的平衡 脊柱的平衡 是 是 脊柱它又要保護一條脊水 是 是 保護我們脊椎 椎間盤之間又有神經穿過 神經穿過 是 是 周圍又有不同的血管和肌肉聯繫 變成它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結構 是 另外 脊柱其實是支撐我們整個身體 由頭到尾 由頭到盆骨都支撐我們身體 變成我們每個動作 走 站 睡 坐 扭動身體 彎腰 其實都在動作我們的脊柱 脊柱 是 所以脊柱 是 經常處於一個不穩定狀態 所以容易致病 容易致病 但有些人說 你背部肌肉厚一點 可能保護得好一點 是否有這樣的理論 因為肌肉基本上是 扶持著 保護著脊柱 如果瘦馬馬 是否容易多脊柱的病 其實是 因為肌肉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保護我們的骨系統 所以脊柱如果鄰近肌肉是豐厚 是 其實是 保護脊柱的作用 所以臨場上見到一些 例如說 年紀大的人 年紀大一些的朋友 肌肉開始縮減的時候 肌肉會出現一些腰痛、背痛、頸痛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後 需要增強肌肉的鍛鍊 增強肌肉的量 才能保護脊柱 我知道中醫的理論而言 剛才講到現代法 中醫來說基本上是不通則痛 有一個叫不榮則痛 不榮則痛 不榮的意思是甚麼 中醫來說有虛有實 如果實來說是不通則痛 氣血瘀製不通則痛 不榮則痛就只是虛的症 虛的情況 即是餘養不夠 可否舉例 平時我的地方都是血瘀製不出骨 沒有營養 那時候就會產生痛楚 是的 即是在這個情況 哦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發現了痛 或者是頸部 背部 我們怎樣去發現到 哪裏有病變呢 其實自我檢查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自己也可以嗎 自己也可以 是的 譬如說 回頭 胸 腰去看 是的 那怎樣 初步可以知道自己頸有問題呢 譬如說 當你旋轉頸的時候 聽到哭哭聲 即是我們這樣轉動的時候 自己轉動也會聽到哭哭聲 不過有些病人很喜歡說自己 哭哭哭哭 會比較舒服 是的 所以這些病人 這個有沒有病變呢 是的 其實這是一個病變的徵兆 是 頸腿有疑的位置 才可以自己召喚 響響響響 是的 但那些說不妙就很舒服 其實是 因為一疑的時候 自己進去 是的 它召喚後 短時間 有些氣血疏通 所以它會舒緩一點 氣血疏通了 是的 氣血疏通了 所以它會覺得沒有那麼痛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然後沒有多久 待會它又收緊了 或者拿重東西的時候 又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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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 是的 譬如說 除了頸之外 譬如說 五官方面 譬如說 一邊眼 它會 橙角大一點 一邊眼皮會低一點 或者鼻它偏歪一點 嘴角偏歪一點 主要因為患側的肌肉 活動不夠 所以它彈性差一點 因此現象 西藏說面部神經有些影響 令到這個情況 中醫是甚麼原理 中醫也是因為輕鬆脫毀的頸椎 壓迫相關的經驗 驚氣不足 那一面的機體肌肉 都失去驚喜的餘樣 所以它活動能力差一點 所以出現剛才所說的情況 剛才你說的頸椎 胸椎 腰椎 還有底椎 那些其實我們都容易檢查到自己的事 都容易的 譬如說空椎 怎樣看呢 譬如說 當自己照鏡的時候 可以細心點看自己兩邊的肩膀 高低 這樣 有沒有先天高低薄的 先天高低薄是有的 當然如果先天 應該會知道自己有問題 但如果後天 譬如說姿勢沒有引起的空椎移位 如果照鏡時細心點 你會發現自己有空椎移位 是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是的 可以留意低那邊是有問題的 低那邊有問題的 低那邊 那個原理是怎樣呢 低那邊會不會是 那邊移位移去某個方面 是 那要看低那邊 其實可以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做檢查 其實會發現到他的空椎會走向對側 對側那邊 對側的 所以可以留意低那邊 是 還有如果不看肩膀 可以看自己的鎖骨 鎖骨 有些高低嗎 是的 是的 或者自己戴頸鏈 吊住的時候 他跟身體軸心不成平衡 不成平衡 是的 有一個指標 是的 有一個指標 是的 那如果有些人本身是S型的 有些人是S型的脊柱 這個情況呢 是的 其實這個情況是脊柱側彎 其實正常的人不應該有S型的 是的 所以如果有S型的疾病 都是有病病 是的 他其實是要好好留意 他究竟有沒有患上脊柱側彎 這個疾病 是的 我知道剛才是脊柱有相關的疾病 其實空椎其實都有 其實好像說空椎 我知道你都給了一些資料我 如果空椎有時 就上膊這些 肩甲這些痛 有時呼吸不順 心心方方 那些情況 一邊沿著脊柱下一點 有時會有胃痛 肝驅痛 膽狼炎 慢性胃炎 一邊下去 隨著落到下面 又要和秘療系統有視 其實整條脊柱 好像全身什麼病都反映了 那圖 是的 因為我們看一條膀胱 其實它是包括了全身五臟六腑 是 是 是 所以如果脊柱 每個一節脊柱出現問題 如果刺激到那個 撞腹相關的穴道 就會出現相關的撞腹問題 嗯 譬如說好像腰椎 剛才說完胸椎 腰椎 可以怎樣知道自己有問題 譬如說當自己彎腰 譬如說向側彎腰的時候 我們平常人都可以這樣向兩邊彎 但當發現自己彎腰向某一邊 如果腰椎的時候是比對面差 對面的時候 這一則是有問題 是 或是轉身也是 轉身也是 對 有問題在那邊都是轉得差一點 沒有那麼多 正常是轉得多一點 是 是 還有有些就說 再落一點的時候 又說 有些好像老人家 好像整清的時候 三十多歲都好像說老人家 是 拔不值 那些又是 牽涉到其中的病 沒有什麼 什麼追檢盤突出 這些情況 這個有可能是 但最大可能 就是他自己 因為平時的生活習慣 或姿勢不正確 引起他腰椎過激 腰椎曲道過激 是 腰椎曲道過激 其實他慢慢 如果再不注意 慢慢發展 其實會有可能 發展成腰椎加半突出 是 這樣的情況 聽你這樣說 其實很多事情 都 隨著脊柱方面 有不同的病 是 我知道你今天 想說一兩個 香港人常見的病 是 就是頸椎病 是 或者 頸椎病的時候 通常在哪裏發生 還有他臨床有什麼表現 還有你通常用什麼方法 去幫忙治療 好 首先說頸椎病 為什麼我會拿這個例子 其實 現在我們科技很發達 尤其是每個人手上都有一部 iPhone 或者相關的電話 我們每個人都習慣了 乘車也好 在家裡也好 或者在公司也好 他都會習慣了拿一部電話 這樣看出來用 而且在這個姿勢 會維持很久 即是硬了 硬了 對 對頸椎 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長期保持屈曲的姿勢 是很久 其實我知道很多事是不其然的 你以為他拿著這樣刺 他人一緊張 這些已經是收緊了 是的 收緊了 收緊了的時候 好像說 套用少少少原理 就是你收緊了的時候 好像阻止血不流通 是的 不然氣血不通 又會形成一些瘀血 又會阻止經絡 又會阻止經絡 是的 是的 譬如說 該側肌肉出現了僵硬 好像原理師所說 他出現了僵硬的時候 他就會牽引了 那側的頸椎 牽引到患側那邊 所以就出現了頸椎病 是的 如果人有頸椎病的時候 通常有個病人來的時候 那你通常是怎樣檢查 或者可以找我來檢查 或者有個圖示範 看看如何檢查就可以 好 其實有很多方法檢查 我們終於都會有切診 還有採用西醫特定的檢查方法 切診就是把脈 是把脈 還有去觸診 即是檢查頸邊有僵硬 硬結 疼痛 移位的我們叫陽性治標 怎樣叫陽性治標 陽性治標 有那種治標就是陽 沒有就叫陰性治標 通常有些什麼陽性治標 譬如說頸椎病的陽性治標 就是我們檢查到頸椎旁 頸椎旁的肌肉的位置 出現一些硬結 硬結 即摸下去好像牙角骨 牙角骨 一粒東西 或者一條筋 很硬的一條筋 有陽性治標 對 對 近來會覺得很異常的痛 對 有火燒的痛 有針刺的痛 這些都是陽性治標 針刺 我知道如果有乳血 就是針刺的痛 對 對 中醫的痛症有分開脹痛 有分開 跟風有關的游走性 通常這麼久的時間 通常都是針刺 這麼久很痛 對 對 如果檢查了有這些情況 你會怎樣幫助病人 或者見有什麼病人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們首先 剛才檢查也是想找出 哪一截頸椎的問題 除了捉診之外 例如西醫用的骨科檢查方法 例如鼻蟲神經牽拉試驗 額頭試驗 都可以找出相關的截斷問題 鼻蟲神經是有什麼試驗 可以示範一下 鼻蟲神經牽拉試驗 主要就是我們會 我想要幾身嗎 都不用 我們看到 譬如說我們會伸自己的手 我們盡量牽拉這個手 頭盡量 這樣 盡量牽拉 對側 如果有正常人 正常人 是覺得緊 是 都是覺得拉住 拉住 這是正常的 但有病的人 他覺得手麻痺 或者頸特別痛 這些都是陽性的指標 就是陽性的指標 對 押頭試驗 譬如說我們都會 押下去的時候 押下去的時候 對 正常人 其實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有病的人 一押下去的時候 他如果本身有 押一押 他就會有些觸電 麻痺感覺 這是很簡單的 如果就是說 剛才你這種試驗 就算我們平時做完事之後 我們經常覺得 我們叫大椎 有一個大椎 有一個懸位 好像後面的頸 困困困困困困 其實都是有些問題出現 是的 如果這樣的時候 怎樣去預防呢 預防呢 首先我們要注意自己的 坐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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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周醫師教訓 他生了一隻 其實我們坐的姿勢 應該是 屯部貼了病 耳的病 然後身後直直直 這樣便是正常的 是的 正常的 例如說 腳和腰坐的姿勢 90度 90度 好像我和你剛才也試過 是的 是的 眼睛要看前 不要蹲下 不要蹲下頭 眼睛要看前 是的 例如說 剛才你說的 可能有凍風吹出 就會影響到 所謂的 氣血流通 當然如果是 坐在風口 便找些東西遮住 是的 除了這些之外 有甚麼可以做 會不會 站起來 動一動 或者用手捏一捏 這些位置 會否有幫助呢 其實這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你工作時間 嘗試保持一個固定的姿勢 其實肌肉是要僵硬的 所以有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很多辦公室人員 他枱頭都會有些形狡不穩 是的 其實他的頭是很闊的 是的 當他譬如說 在一個保持長期 蹲下頭姿勢的時候 引起頸肌肌肉僵硬的時候 只需要在他用這個闊的頭 沿著僵硬肌肉的肌肉面 一直掃進去 當是一個簡單的按摩器 這樣 自己和自己按摩器 這樣便完成了 是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的 是的 當然正確的推拿手 我們應該用手指 不過自己很難自己弄 所以便用一些工具 工具 用手自己弄完再看 是的 是的 但我今天見到你 帶了很多東西上來 這些是甚麼 是否有幫助治療頸椎 是的 這些其實是我們中醫用 民間都會用的一些治療方法 是的 譬如我們有拔罐 拔罐 每個人都可以吸到一個圈 是的 一個圈一個圈 拔罐 拔罐這些是玻璃罐 是用火的 用火的吸進去 那它的原理是怎樣 是否將在身體裏面的乳血 將它扯上來 是的 在表皮上面 是的 讓它慢慢自己散 讓乳血不會紮住 是的 尤其是當那個組織 它是僵硬的時候 便用拔罐的方法 將這些乳血吸出來 吸出來 它便會鬆很多 是的 這就是用火的方法 用火的方法 這是真空罐 是 有些真空罐 是 都是製造一個負壓環境 吸出一些乳血 那這些呢 好像雪茄那些 雪茄那些 那些就是 咬咬咬 是咬咬 是的 為什麼用這些呢 會否用其他呢 為什麼會用咬咬呢 因為正如剛才的例子所講 譬如一些風寒濕邪 對 寒的東西 入到好力 入落 入得好力 入在頸的弱度 需要一些溫熱的工具 將咬咬咬分出來 所以咬咬咬咬了 之後 就能夠產生一些 本身咬咬咬的瘟 是溫性的藥 對 很香的 給咬咬咬咬之間 它溫熱散寒效果就很強 於是受咬咬咬咬的組織裏面 做一個舊的治療 會不會有些方法打圈 可以打圈 打圈夠 雀鳥夠 亦都可以停留一段時間 這樣救 令到一些寒斜散 我知道這些方法有些女性痛徑 她都會救在小風上面 其實目的就是讓寒進去身體裏面 讓它沒有那麼冷 因為有些女性說 泥經時痛經 就是因為寒的時候會有響 其實這些都是有功效 但如果不是寒的時候 那我做艾教有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其實 艾教都需要骨傷波醫師的指引之下才做 因為很容易濃厚反主 濃厚反主 各位觀眾 其實中醫來說是辯證論治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自己是屬於 寒 熱 濕 的時候 還是先問一問醫師 今天林醫師說了脊柱相關疾病 下一次節目的時候 他都會講講四肢相關的問題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 和骨傷科痛症有關 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 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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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睛 unas是協助 那眼睛 對 那常咬的 會有 剛剛